K思虽好 可这却是致命的诱惑 只因误撞见了高永师姐在洗澡 而且还意外发现了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便打算将本门最高心法葵花宝典 亲自传授给我 你这个温徒子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当然是故意的 我一个后仰躲开了师姐凌厉的见证 紧接着一个俯冲便朝着他扑去 随后一个华丽的转身 狠狠地扯下了他身上仅剩的一块遮羞布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还手 我原本只是一名品德优良的模范死宅 能够成功攻略游戏中的所有女角色 就能获得一份神秘的大奖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我成功化身卡点哥某年 只在他们最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 上演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 然后等他们方心按许的那一刻 再果断地拒绝 就这样在我不懈的努力下 什么魔道魔尊 东方妖帝 西方神皇 轮回炎君 正道盟主 全都一一败在我的喇叭裤下 看着系统界面显示的超级大礼包 兴奋的我早就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 豪华大别野 限量版跑车 还是花不完的钱 小悠我能否发家致富就看今天了 正当我满怀期待打开礼包的瞬间 系统却恭喜我获得全能修真穿越之旅 并且以金单七的修为返回游戏世界 没等我拒绝 一阵炫蕴的感觉直接将我吸进了游戏 再次醒来我已经来到了正天盟的内缘 按照系统的要求 只有修炼到大成七的修为 才能开启万界穿梭功能回到原本的世界 这不是要我死吗 前世在游戏重伤的最重的 就是正天盟盟主吃小小的心意 现在开局就是他的地盘 我看系统你存心不想叫我活过第二季 突然闻声赶来的几名巡逻弟子 就朝着这边走来 吓得我一个机灵直接翻过了围墙 来到了一处静谧的小院 不管了先躲过这波巡查再说 我刚翻过窗户碰巧 就看到了一个女子在洗澡 四目相对 有那么一瞬间 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这下完独子了 再见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反应过来的女子连连后退了几 颤颤巍巍的质疑我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那个 我说我是穿越过来的 你信吗 信啊 我当然相信你 既然你是穿越过来的 那我就再送你回去吧 去死吧你这个灯徒子 女子二话不说 拎起宝剑就朝着我劈来 危难之际我一个后仰躲开了凌厉的剑招 既然你来真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乌鸦坐飞机 我腾空而起 直接朝着女子的身上扑去 紧接着一个蛮牛冲锋狠狠地 撞进了她的怀里 随后一个华丽的转身 直接扯下了她身上紧身的一块遮羞布 怎么样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动手 毕竟游戏里的角色都很古蛮 她肯定会为了不被看光 放任我逃走 我一边欣赏着女子曼妙的身姿 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玉金 刚才你耍的剑法挺厉害的嘛 现在干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要是不管我的话 你这条玉金我可就带走了 还给我 她怎么会 不过作为创造者 这剑法在我眼里有个致命的缺陷 剑法起手虽是高爆发的伤害 但威力会随着攻击的次数递减 只要我能坚持躲过前几招 那你就伤害不了我 眼看攻击近在咫尺 我一个空手接白刃 轻易地接下了她的致命一击 紧接着我双掌微微用力 原本锋利的剑身出现了猎物 随后剑身直接碎裂散落一地 这位姑娘 你这把保健品相不行啊 是不是买到了假货 童子 你在装你逼啊 气愤的女子一个大鼻痘 就狠狠地甩在了我的脸上 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零件啊 今天你必须赔我的保健 七天以后就是会考 要是没有这把零件 我拿什么对付外门的张玉航 看着她着急失落的样子 我一把将玉京踢到了她的身上 那深情的目光仿佛是深夜中的一缕阳光 虽然我现在没钱赔给你 但我承诺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 还有 你也不想把动静到太大引来其他人吧 反应过来的女子小脸通红 急忙裹紧的玉京 她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这人既然能够轻松毁掉我的零件 那她的实力肯定非同一般 况且现在我手上还有她的把柄 或许是个机会 思索再三后的女子缓缓开口 我可以放你走 但是我的零件你还是陪的 除此之外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七天后的郑天盟弟子会考 冠军奖品是一把上品零件 而这次会考是两对二比五 双人参加 没错 我要你和我一起参加帮我夺冠 怎么你不愿意吗 我有些刚大的低下了头 可以是可以 只不过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 你给我转过去不许偷看 我无奈地摆了白手 真是的 明明刚才什么都看过 现在还这么小气 你要是敢在背后说我坏话 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你赔钱 女子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开始给我算起了账 那柄零件虽然是重中之重 但今晚损坏的家具 你也得照价赔偿 我有些气氛直接朝她吼了 那些家具不是你自己打坏的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见女子轻蔑一笑 三文中可以号召正道百门的正天令 不是只有三枚令牌吗 你手里为什么会有 难道你是迟小小的首席大弟子 安然 算你识相 没想到本姑娘的名号这么想呀 你一个灯徒子都听过 我难以掩饰心中的悲伤 完了完了 这要是叫迟小小知道了 我必死无疑啊 眼下的情况只有表面答应她的要求 然后再找个机会偷偷溜走了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了 我擦 这是什么情况 我都说了答应你了 你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为你别走啊 好歹给我一床被子 哎 明明昨天我还是游戏中 叱咤风云的大佬 想不到今天居然是这样的下场 突然柴房内不起眼的东西 吸引了我注意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极道苦茶子 以前玩游戏的时候 我怎么没注意 没想到游戏世界的衣服 居然这么先进 优贺 没想到宿主还有这样的癖好啊 突然出现的系统 给我吓了一天 本能反应的 我直接给了他帮帮两句 你还好意思嘲讽我 你把我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 我差点就相消欲损了 而且这个游戏的等级 明明是先天 后天 宗室和先人 你给我一个金单修为是什么意思 追杀老子的个个都是先王圣神 就我这点修为有什么用 你说话呀 你当时给我说话呀 不行 夜长梦多 今晚必须找个机会跑路 次日清晨 伴随着哥哥的第一声名叫 化身伪装大事的 我早就溜了出来 郑天盟又如何 大师姐又如何 我怎么可能乖乖的听话 陪你去练武场 溜了溜了小命要紧 世界你看那里 有一个会动的草丛 好恶心啊 估计是哪个不长眼的变态吧 咱们赶紧去禀报大师姐去 突然嘈杂的人群 吸引了我注目 出什么事了 这里会有这么多人 安然 你真的不考虑 和英俊帅气的我组队吗 身为正天盟外院首席弟子的 张宇航 直接挡住了安然的去 安然 你只有和本公子在一起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又是这个张宇航 仗着家大业大到处为非作战 现在居然敢打大师姐的主力 没办法呀 还不死心 你给我滚 没好气的安然扭头就走 没成想张宇航 却跟在身后喋喋不休 安然你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信不信明天我就叫我 跌断了对正天盟的自主 我看到时候吃盟主追究起来 你指定没好骨子吃 你居然敢威胁我 我最烦你这种以权谋私的小龙 看来得想个办法彻底摆破它 突然安然注意到 人群中偷偷吃瓜的我 你给我站住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说我是迷路了你信吗 我被他突然的出现 吓得目瞪口呆 给我老实点 现在好好佩服 等一下我再追究你逃跑的事情 告诉我你叫什么 楚 啊不对 我叫禽兽 禽兽是吧 无愧是个好名字 很符合你的气质 张公子 关于组队的事情 恐怕我没法答应你 这是我的道理禽兽学弟 现在我们是一组 你在说什么 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道理 现在刚有 不好意思 再见 看着我俩幸福的样子 愤怒的张宇航咬牙切齿 去给我查清楚 这个禽兽到底是什么来头 敢抢本公子的女人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她死 只因不小心 故意偷看了师姐在洗澡 她便打算当场 没收我的作案工具 还强迫我牵下了 魔教最毒辣的心魔血世 只要我稍微 对她有点不正当的想法 就会心脉逆流 当场暴毙 不过签字的是 禽兽关我处生什么事 但是参加宗门双人会考的事情 依旧没法摆脱 一方面师姐安然手握把柄 一方面宗主吃小小 又对自己怀恨在心 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届小小金丹 恐怕会被打死 在这种生死擂台的鄙视中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我当即叫醒了 还在熟睡的低能修仙系统 你给我的这个金丹七 修为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水平 能否打得过正天蒙的弟子们 当然没有什么可比性 睿智的系统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以我纵观网文小说 两年半的经验来说 宗门的弟子一般都在 练气助击的水平 就算是核心的关门弟子 应该也没有我金丹七强吧 不过那个张玉航 再点的防具武器啥的 或者一些类似于 阴阳玄龙丹的保命丹药 再不寄给我点钱 我自己去买也行 没想到这个低能修仙系统 这么爽快的就硬了下来 随即他直接向我发布了两道任务 任务一 打脸张家老祖 任务二 随便去掀一名女修的裙子 只要完成其中之一 便可获得零食 打脸张家老祖 你确定你没有再跟我开玩笑 刚得罪了张玉航 又去挑战他们家隐世老祖 你是还嫌我活得不够长吗 再说了 像我处生这种 大义凛然的三好青年 怎么会做出那种 仙裙子的不滚之事 于是两分半以后 我顶着被山种的率脸 再次找到了戏头 快点给钱 别墨尽 如愿以偿后 我便马不停蹄地 来到了张氏段宝阁 张氏 算了不管了 看我如此着急 掌柜地直接拿出了镇馆之宝 这位小哥 镇天盟内这种品级的护盾 仅此一件 这品相看起来确实不错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挡得住 仙天境的攻击 掌柜的信心满满 您放心 本店假一赔时 这件护盾绝对没有问题 突然我稍稍用力 原本坚不可摧的护盾 直接碎了 就这 我拿起破碎的一脚 询问掌柜 你确定质量没有问题吗 掌柜的也被我的操作 惊得目瞪口呆 急忙从我手中 夺过那坚不可摧的护盾 失误失误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工匠 在锻造后没有做好质解 还请您多多包涵 毕竟失误乃人之常情吗 要不您再看看这把零剑 此剑名曰坤零剑 它不仅能在战斗时发出鸡鸣 而且还能在宿主遇到危险的时候 开启最强防御铁山口 甚至硬抗先天三重高手的权力 一击也不在话下 剑倒是不错 只是 这是不是有点太脆了呀 我只是轻轻一弹 它便断成了两剑 看着插在桌子上的断剑 我跟掌柜的都有些无语 你们也太敷衍了吧 我看起来很穷吗 没必要拿这种低阶货色来坑我吧 就算你们想宰我 麻烦拿出点像样的东西行不行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此时的掌柜早就汗流加倍了 这件可能也没有质解 失误失误 接下来的一定是高级货 要是在有问题店里的东西你随便拿 正当我跟掌柜的研究 接下来的灵气时 突然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死死的盯向了我 另一边 张玉航也接到了调查 我背景绅士的秘宝 一群废物 连个身份都调查不出来 这小子说的没错 他既然有实力 能毁掉我打造的法宝 那你确实不够他看的 什么人 居然敢对我们少东家口出狂言 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 闭嘴巴你这个蠢货 现在给我牛逼轰轰了是吧 给我跪下 张玉航一个扫堂腿 狠狠地踢在了小弟的身上 然后转身拱手行李 晚辈张玉航 拜见大长老 而此时的我看着手里 被掰成两半的 最后一件灵气陷入了沉思 是我实力太强了 还是你这家店真的太黑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面具 只要拥有它 他就可以抵挡住地先进高手的全力一击 但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 我却感到自己的意识 正在逐渐消散 只因被迫与师姐安然 签下的心魔契约 为了能在本次全宗会考上不被打死 无奈的我只好来到了 张氏段宝格寻宝 谁知贵宝格的灵气 居然不堪一击 我只是轻轻一用力 掌柜口中所说的 高阶灵气竟然碎成了渣渣 而且面对假意赔时的承诺 掌柜的也只能欲哭无泪 这位少侠不是本店不遵守承诺 只是店里的东西都叫你给砸完了 实在没东西可赔了 那那个金光灿灿的盒子里放的是什么 我转头将目光看向了 店里唯一一件被封印起来的灵气 掌柜的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白手阻拦 客观不可以 那个是小店的镇店之宝 非卖品 既然是非卖品 那肯定就是好东西了 我也不顾掌柜的阻谋 迫不及待的就打开了尘封已久的盒子 只是这盒子里的东西看起来有些眼熟 我一边把玩着这丑陋的面具 一边在努力的回忆前是玩游戏的经历 这不就是我以前玩游戏换下来的垃圾装备吗 什么时候竟然成了你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啊 给我拿下 突然一声愤怒的嘶吼给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还莫等我反应 两个大汉早就把我给架了起来 光天化日的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当然是要切断你跟安然的关系了 张宇航一边舔视着有毒的匕首 一边阴冷的表情逐渐变得诡异 既然你这么喜欢跟本公子抢女人 那我只好废了你了 放心 切下来的东西我会送给你留个纪念的 我随即当下一景 整个人都在止不住的颤抖 你个变态 离老子远点 见他不为所动 我本能的就是一脚 狠狠地踢在了张宇航的脸上 下一秒 他整个人原地起飞 硬生生地给嵌在了天花板上 我内心惊呼 我也没用力啊 他怎么就起飞了 难道这是这个世界独有的碰瓷方式 此时碰巧路过的世界 安然也感受到了断宝阁巨大的动静 而我趁机挣脱了两个大汉的束缚 捡起地上的面具就朝着店外冲去 三十六计走为上侧 突然一声雄厚的声音从我的背后传来 砸了我家的店 还打伤了我家少主 你就想这么若无其事地离开 是不是有点不妥 我浑身一将险些卖不开腿 好恐怖的威压 这人到底是谁 身后正要追我的两名大汉直接跪在了地上 拜见大长老 什么 他竟然是张家长老 我内心一惊 张宇航他爹是大宗师的话 这个长老的实力起码也是地先级别的高手啊 没等我多想 张家长老随手一掌就朝我拍了过来 球斗马德 有话好好说呀 干嘛一上来就放大招 感受到这眼长的恐怖 我下意识地直接将面具挡在了身前 下一秒 整个张家段宝阁都被这眼长轰得四分五裂 烟雾散去 我整个人居然安然无恙 甚至没有一丝疼痛 难道这个面具事件防御力的灵气 此时的张家长老也有些疑惑 能挡得住老夫的权力一击 这小子身上莫非有法保护体 那我倒要看看你能否接得住我接下来的这几招 允颜推星爪 只见张家长老便长为爪 几个闪身就跳到了我的面前 我紧紧地将面具握在胸前 试图再次抵挡他的攻击 突然一道靓丽的身影挡在了我的面前 正面接住了张家长老的攻击 正天蒙内禁止私斗 见来人是世界安然 我急忙就抱紧了他的大腿 你可要保护好我呀 我要是打了 欠你的钱可就没人还了 也没人帮你夺冠宗门会考了 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 这刚才受到的委屈 安然有些无语 惹谁不好 你怎么就惹到了张家头上 我一五一时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言 并且告诉安然假意陪食的话 他们现在道歉我几百万灵食呢 一听几百万灵食 安然顿时两眼放光 紧接着话风一转 只见安然大意凌然 势必要为我讨回公道 纵使你是张家长老 但按照你们假意陪食的规矩 我劝你们最好把这几百万灵食赔给我 我不对 是我这位禽兽学弟 长老满脸黑屑 语气逐渐变得冰冷 想与我张家为敌 你们最好考虑清楚是谁在背后支持你们郑天蒙 安然也不甘示弱 祸害了又能怎样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几百万灵食 就算动用郑天令的力量 我也一定叫你们把灵食交出来 我有些无语 平时师姐就这么有的吗 真是一点也不掩饰一下 突然我看到了刚才被我踢得不省人事的张宇航 顿时便有了计划 趁着两人在对峙 我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张宇航的身边 两分半后我直接叫停了两人 都别争了 你们张家少爷已经答应陪我零食了 我高举欠条在张家长老的面前晃了起来 白纸黑字 签字画鸭 这些你们总不能耍赖了吧 什么情况 张家长老满脸震惊 见状我直接叫上安然就朝着屋外跑去 这可是我豁出性命帮你赚到的零食 等拿到以后记得要三七分 我有些意外 你居然也这么黑 还想要三成 不好意思三成是你的 我是七成 长老 就这样叫他们走了吗 我张家的东西不是谁都有命能拿的 就让这小子成为老祖复活的容器吧 曾经可以号令整个仙界的万魂帆 竟然是这么卡哇伊的贴身胖子 只需轻轻一挥便可随风飘扬 只因无意间偷看了师姐在洗澡 从此变成了师姐的御用小跟班 无论是搓澡还是按摩 统统不在话下 甚至因为我超高的洗措技术 爱不失手的师姐竟要跟我绑在一起 还扬言这辈子都不能离开她的视线 一时间我竟有些惊慌 以我金丹气的修为想要逃出师姐的魔掌 肯定会被她无情的撕成皮肤碎片 突然我灵光一闪 想起了上次在张家健宝阁夺来的神秘面具 这面具看起来虽然有些丑陋 但上次竟然抵挡了低仙境的攻击 带着疑惑我当即召唤出系统 准备对面具进行扫描分析 可系统却告知我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并且还埋怨是因为带我穿越导致负荷太大 所以系统数据才有所丢失 我有些恼怒 这都能怨到我的头上 那你要不要带我穿越回去 我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恢复 我一个小小的金丹气 在这个妖魔横行的世界 你要我怎么活下去 看我如此垂头丧气 系统却告知其实我的修为也可以提升 只要找回原本丢失在这个大陆上的游戏数据 我便可以重回当年的英姿雄风 真是皆大欢喜 不就是再把游戏通关一次吗 对于我而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你一个人在那里傻笑什么 还不赶紧再给我加点热水 好嘞 我亲爱的师姐 小的马上就加 突然被我拴在裤腰带上的面具有了反应 紧接着一声声恐怖的节节节回响在整个房间 这都多少年了 你们终于给我找到合适的容器了 小鬼 准备好献上自己的肉身了吗 说着一个面目猙獰的老鬼就朝着我扑来 感受到危险的师姐拎起宝剑就挡在了我的面前 就朝着师姐袭来 这居然是能够直击灵魂的灼魂黑焰 中了招的师姐发出一声闷哼 随即倒头就睡 躲在身后的我直接被吓得瘫痪在地 我亲爱的大师姐啊 你赶紧起来打败他呀 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间 煞内间 老鬼带着他的黑焰就朝着我扑来 乖 跪在那里别动 一点都不疼的 等你的灵魂被烧干净 成为我张雨哥的肉身吧 无力抵抗的我任由黑焰包裹住我的全身 可下一秒 我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灼烧灵魂的痛 反而觉得身上暖洋洋的很舒服 奇怪 为什么没有一点痛感呢 难道是因为我是穿越者 所以没有灵魂 看着我无动于衷 兴奋的老鬼再次发出节节节的笑声 这么快就没动静 你的灵魂也太弱小了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的这具身体现在是我张雨哥的 说着一道紫色的黑物直穿眉心 进入了我的身体 什么情况 这小子的神识为什么是孔的 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突然一双右小的手拍了拍 正在纳闷的张雨哥 吓得张雨哥一个机灵 紧接着他转身就朝身后 丢出去了几朵燃烧的黑烟 好小子搁着偷袭我了 是我一击灼魂黑烟 什么玩意黑乎乎的这么恶心 随即系统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原本炙热的黑烟竟瞬间熄灭 处在震惊中的张雨哥 突然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那你 你小子的灵魂怎么是个女的 难道你是人妖吗 我人妖你大爷 吃我一击旋风腿 别以为你体内有两个灵魂就了不起 你都先借得到名字吗 他的灵魂怎么会在这小子的身体里 难道他快我一步先夺射啊 张家老祖张雨哥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到名字大人饶小了一命 说吧张雨哥一个华贵就跪在了我的面前 我二话不说反手就是一个大鼻洞 狠狠地扇在了张雨哥的小脸上 上次你说打脸张家老祖就有系统奖励 我这算不算完成任务啊 算你小子运气好 诺 这个就是任务奖励 极品神器万魂帆 你管这个胖子叫万魂帆是吧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的望魂帆给你扯下来 这可是系统我亲自选定的神器 不会用只能怪你不使我 带着疑惑我再次把它捡了起来 虽说这造型有些一言难尽 但是这胖子中间的图案确实有种强大的感觉 那就叫我试试你的效果吧 说着我摒弃名神双手发力 挥舞的瞬间确实感受到了一丝强大的力量 此道具需要消耗十万灵石 宿主灵石不足请及时充值 十万灵石你怎么不去抢啊 抢劫哪有坑宿主来得快啊 现在小说漫画到处都是系统 这么多韭菜不搁白不搁 突然我再次灵光一闪 不怀好意地看向了跪在地上的张雨哥 听说你们张家好像很有钱吧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假装被你夺赦 然后咱们一起去张家骗钱如何 与此同时的张府内 气愤的张家家主正在声讨大长老 外人都欺负到我家孩儿的头上了 你这个大长老居然不闻不问地就回来了 瞿心何在 家主息怒 我不出手是因为那小子拿走了 再有老祖灵魂的圣灵面具 正好可以叫老祖夺了他的舍 在郑天盟大笔之上对我张家更有利 原来如此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老祖确实好久没有用肉身行动 或许是想见那小子的身体出来活动活动 正好借着这件事叫豪儿认清自己的实力 你却安排卓雅与豪儿进行双修治疗吧 家主大人 难道张家真的打算与那股势力合作吗 郑天盟的盟主赤小小还在闭关 目前是我们出手的好机会 接下来只要等着我的父亲张宇哥成功夺赦 郑天盟还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而此时的我也正好来到了张府 看着这严肃的场面我居然有些心虚 万一被拆穿了 这可没有逃跑的可能啊 为了保险起见 我直接询问张宇哥 成功夺赦后有没有什么需要对的暗号 您直接说 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回来了就行 小子 虽然你的灵魂是道名字 但你的肉身看起来可不强 等你说出暗号 张家人就会把你做成肉酱 我毫不犹豫地清了清嗓子 镇臂高呼 嗨嗨嗨 小臂崽子们 你们的老祖宗回来了 一瞬间 张家一视听内欢呼雀跃 众人齐刷刷地磕头膜拜 恭迎张家老祖附身归来 我满脸黑线地看向了身后的张宇哥 好你个老东西果然在骗我 等一下我就叫你原地起飞 爹您终于复活了 这次荒谷秘境大比有您坐镇 我张家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得到宗门宝库的钥匙 什么荒谷秘境 那岂不是我的爱徒 轮回炎君一灵的地盘吗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正天蒙大比 竟然是在我那好托儿的地盘上 不过好在我有着面具可以隐藏气息 但也不能把我的身家小命 全部寄托在这个上面 经过我两分半的思索 我打算趁机敲诈张家一笔 老祖我刚夺赦成功 一时半会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至于秘境的事情只能往后放一放 一听我有些推托 张家家主顿时焦急了起来 我的亲爹啊 这次的秘境可是关乎整个张家的兴亡 宁可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呀 我话锋一转 指着张家家主就喷了起来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吗 一天天的就知道大笔大笔 我拿什么笔 你就不能把张家的什么零食 零药的拿出来给你爹我补补身份 恢复恢复 反应过来的张家家主急忙吩咐 大长老赶紧准备 就在我马上得逞的时候 张宇航突然站出来打算揭穿我的身份 你们都被骗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老祖 我猜肯定是他控制了老祖的灵魂 看来张家还是有聪明人了 但那又怎么样 你给我闭嘴 我一击飞踢直接将张宇航给踹飞了出去 张家的小笔仔子 什么时候这么胆大妄为敢质疑老祖了 此时的大长老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毕竟身为老祖 怎么能对自己的子孙下这么重的手 而一旁的张家家主却陷入了沉思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老祖把自己当皮球一样提来提去 太怀念了 这才是我亲爹表达爱意的方式 身后的大长老有些无语 这个爱未免有些太抽象了吧 父亲您教育的事 肯定是好不愿意跟皇家联姻 您才故意将他打晕的对吧 来人 赶紧把少主抬出去跟皇家的小姐远房吧 我有些无语 这老家伙也太能自我挠补了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 两分半后 张家家主终于把张家的财物带了过来 望着这堆积如山的零食宝物 这耀眼的光芒差点闪下了我的太和金抖眼 由于时间有限 我能调用的资源也就这些 还望父亲大人不要怪罪 此时的我哪有心情听他在这里啰嗦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修仙世家竟然这么有钱 不过有了这么多零食 那我的万魂帆岂不是可以随便用 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 要不你们进来做做 说着我就掏出了万魂帆 打算试试这东西的威力 突然一声熟悉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意识厅内 我顿感不妙 只见大师姐手拿郑天令 气势汹汹的就闯了进来 郑天令在此 你们赶紧把我的情师弟交出来 小丫头还挺猖狂 就这小小的郑天令 糊弄糊弄门口的侍卫也就罢 还想在这里放肆 你们的持盟主现在不是在闭关吗 我看今天谁来救你 说着张家家主阴冷的表情 逐渐变得女区 感受到危险的大师姐 提剑挡在了自己的胸前 你敢违背郑天盟的盟约 等我师父出关了 一定不会放问的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下一刻我直接挡在了两人的中间 我的乖儿子 这可是我参加这次大饼搭档 你把他给弄死了 我还怎么执行咱们张家的计划 我的姑奶奶 为了救你我可是拼了命的 你能不能别在这里给我捣乱啊 还有欠你的三千零食 我是绝对不会还给你的 似乎我的好师姐 并没有领悟我的暗示 反倒是提着剑就打算朝我回来 张家家主为什么会叫你父亲 你是不是已经被那个怪物给夺射了 此话一出 我整个人都不好吗 这是天要亡我呀 师姐你自己跳火坑就算了 能不能别带上我呀 看出端倪的张家家主 急忙凑到了我的身后 这丫头已经知道了您的身份 恐怕是不会配合您完成计划 我后背有些发凉 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全凭我俩的默契吧 小丫头想活命的话 就乖乖成为我的傀儡吧 到时候上品零件你要多少 老祖我就给你多少 我再次向师姐发出了暗示 希望这次她能明白我的心意 紧接着我装模作样的 使出了一击灼魂黑夜 拍在了师姐的脑门上 有些迟钝的师姐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当她看着这堆积如山的灵石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秦师弟是在假装被夺射 然后来张家骗钱你 师弟你侦探娘的是个天才 一瞬间大师姐捂着头 发出了痛哭的哀嚎 这攻击灵魂的手段实在厉害 小女子甘拜下方 哎呀 我的头好痛 我要变成傀儡被控制了吗 在我跟师姐一番拙劣的表演后 在座的张家众人 发出来雷鸣般的掌声 不愧是我张家老祖 一出手就击败了 郑天蒙的第一天骄了 恭喜父亲贺喜父亲 再次为我找到一个后妈 低调低调 都是一些小把戏而已 接下来张家的小仔 怎么给我听好了 两天半以后 进军荒谷秘境